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来到我们格局的时间 那佳玉老师啊 像我们在学十四祖星当中的时候 有一颗天良心感觉 就是人生被交的好朋友有没有 可是他真的这么好吗 他就是只有好的事情 没有不好的事情 没有不需要注意的事吗 我们说心药都是中性的 所以呢他们有什么好坏之分 那当然格局里面 会有好跟不好的 所以今天你想要先听好的 还是先听不好的呢 我想要先听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听好的 好有一个天良的格局叫做 良居无畏观之清闲 听起来就还不错 对啊 观之清闲 清闲有帅的意思吗 没有呢 哦好吧 武功安命天良作首是也 丁生人上格 己生人次之 魁生人主父亦次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武功安命天良作首 他的对功呢一定会是太阳星 那太阳这颗星呢自己愿意帮助别人 在紫卫斗树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喜照不喜作 所以太阳星呢在外面会愿意帮助别人啊 他自己也具备了一些领导的这个能力 这个为着太阳星呢不是在望位 所以呢 这颗太阳呢不会有强势的状况 感觉很温暖 而且他这个格刚好是跟日历中天的那一个格对调 所以无论做太阳的或是做天亮的 感觉人都很好 但是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偶尔他要遇一些条件 我刚刚听到的前面有什么丁生人 寂生人魁生人 那个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丁年生的人呢 在天亮的旁边呢会有一颗露存心 所以会形成硬露加硬格 意思就是说自己本身呢具备有能力 有条件可以帮助别人 这样的人也比较不会想去追求财富 几年生的人呢他的天亮旁边呢也是会有一颗露存心 魁年生的人呢露存心呢会在太阳心的旁边 露存心这颗心呢是陈旺之心 他可以弥补太阳在落线位的时候 会有想要走天门的这些问题 那像前面呢我有听到天亮在五位 然后对面是太阳的这个人 除了洋梁对拱的人之外 有一些格局也具备这样子的条件是不是 对在斗树当中呢有官姿清闲的概念呢 还有太阴天同这两颗心 这些心药的重点就是他愿意付出 然后愿意去照顾别人 大家如果有看大根老师的影片 应该会发现落线的太阳 他给他一个形容词叫做阿星 好辛苦的感觉 有些人没有看过阿星 不小心又透露我的年纪 像这样的人呢 他又不会想要去跟人家争权夺利 太阳心呢他是个重视社会价值跟秩序 所以这一类的人呢 也比较不会有贪污等等的问题产生 那他这样真的人很好耶 心地善良不做坏事还不贪污 愿意任劳任怨的照顾你 所以才会说他官姿清闲 那我们现在讲不好的哦 听到这个飘荡良的字 感觉就是要去当浪子 这个浪子有点辛苦 浪子感觉好像要四处飘荡没有家 那这个天良跟天马呢 会有两个机会会在一起 天同天良在四位跟亥位的时候 同梁四害位 那一个呢是天同天良同工 在隐身位的这个位置 天同跟天良同工呢 在斗树当中会有过望而不佳的这个说法 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加上天马的话 当他运线走不好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发生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发生 加上呢这个天同天良同工的时候呢 是以天同为主 这个时候天同心呢 再加上一颗天马心的时候呢 他的心性就会比较不稳定 我知道 因为赤子之心本来就追求一种 他开心你开心我开心 大家都开心 对 然后再给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是不是像小朋友 你给他一颗天马 他就会比较不稳定的 那如果再加上煞心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我们所谓的飘荡无遗 天同天良四害位那一组呢 他是命坐天良 对公是天同心 那他这个天同心在外呢 他就会比较好玩乐 那如果再加上天马心给他的时候呢 就是容易骑的踢背爬爬到处去玩乐了 所以才会有飘荡无遗这句话 四害生公安命之天良失陷而天马同工 这句话呢 就是说天良呢在落陷位的时候又碰到了这个天马心 然后呢又陷于火罗空结 依此而断 再加上这个火星让他的个性很不稳定 那陀罗让他的个性产生了这个纠结 又在四马地 一下子动一下子要不动 所以呢 这个在人生的抉择上面呢 就会出现一个飘荡的这个状况 空结呢又封掉天同跟天良的这个福气 因此才会飘荡无遗 所以其实同梁在四害位或是同工在隐身位 古人觉得很不好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喜欢的是人生很安定 不要四处跑 那当然就是遇到煞星可能大家都没有很喜欢 譬如说遇到可能火星太暴冲 遇到陀螺太纠结 然后遇到空结 福分相对的好像没有那么的重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担心 但是还好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如果小朋友要出生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频道上面 所学到的一些相关知识 然后来帮小朋友做一些基础的判定 其实是很棒的 家庭教育很重要 从小做调整的话 基本上对这个小孩未来的发展也会比较好 好的 那今天的格局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啊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